樱花小镇突然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,今天早上,小五被一声尖叫吵醒。 天啊,小梧桐,三哥,你们都怎么了?发生了什么事情?三哥和小梧桐好像都被钉住了,一动不动,不行,我得去寻求帮助。 但是跑到外面,小五发现路上的行人都保持着走路的姿势,三只还有凝蓉蓉都保持着一个奇怪的姿势,一动不动,还有咖啡店的老板娘和分手男女也好像时间停止了一样,都被钉住了,小五赶忙跑去学校,可是就连平时天天都围着学校转圈的校长,此时也是一动不动的站在那里。 就在这个时候,小皮蛋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。 小五姐,我终于找到你了,今天小镇的人都被莫名的力量给定住了,现在整个小镇就是我们两个了,小五姐我们该怎么办啊? 小五赶紧拉着小皮蛋往猫神庙的方向跑去。 小皮蛋,我们兵分两路,你去把小镇的人都集中到公园,我去猫神找解救小镇军民的办法。 好的,小五姐。 就这样小五和小皮蛋分别忙碌着,小皮蛋推来轮椅车把小镇的居民都一个个的推到了公园,我们给这样的小皮蛋一些小花花,加油加油吧。 小皮蛋终于把小镇的居民都集中在了公园,此时小五来到神庙祈求找到小镇居民被定身的原因。 尊敬的小镇猫神,您能不能帮助我找到小镇居民被定身的原因? 小五,你稍等一下,魔镜需要很多能量才能开启,我现在收集一下小花花能量。 能量已满打开魔镜,魔镜显示,早上比比东拿着黑魔法权杖来到便利店,用定身黑魔法定住了老板娘,应该就是比比东做的坏事情。 他回去的方向是南瓜小木。 谢谢猫神大人,等我就玩小镇的居民就来感谢你。 说着小五一个人,火速跑了出去,他一个人来到南瓜小屋,小屋的附近很可怕夹杂着恐怖的声音,我们来给小五妹妹打打气吧。 小五小心翼翼的来到南瓜小屋门前,发现沙发上有一个魔法杖和黑魔术,赶紧拿着就往小镇的方向赶去。 镜头一转,此时比比东来到了公园。 哟,小皮蛋你怎么会在这里? 我真感谢你帮我把小镇的居民都集中在一起,省得我一个一个的去找了。 快点让开,我要控制他们的思想,等下再收拾你。 比比东你个大坏蛋,你别忘了,小五姐姐也还没有定身呢。 我相信小五姐姐一定会想到办法救大家的。 就在这危机时刻,小五带着比比东的魔法权杖和黑魔法书赶到了公园。 比比东还不快助手。 小五,你没有唐三你一个人拿什么跟我打,给我老老实实的带着,等下我再来收拾你。 比比东,你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? 怎么可能,你怎么知道我的法杖和魔法书放在什么地方,这下糟了。 比比东接受惩罚吧,正义与光明的力量。 就这样小五再一次拯救了小镇的居民。 大家喜欢这样勇敢无畏的小皮蛋和小五姐吗? 比比比比比